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買了泡河汽水 看戲嗎 嘿 買了泡河汽水 當然要回家聽影話春秋 大家好 歡迎回來影話春秋 今集先講一套早幾個星期 不知道應該有很多人參與看這套戲 但我們還沒有講那套戲 講回上星期節目我們講Room的時候 我們也提及過 今年奧斯卡有一班很年輕的議員 是逐漸上位的 上星期我們講了Room的女主角 李宗盛 這次就講另外幾位都上位的年輕議員的作品 其實奧斯卡不是近今屆 但是突然這麼鼓勵年輕演員上禮 其實早在Jennifer Lawrence 拿影后那一屆都已經被人罵了 你只是想捧一條小女孩而已 之後現在越來越需要一些新的面孔 去撐起這個市場 你想想 如果再數一些女演員來說 其實沒什麼新星 沒什麼新權 除了Jennifer Lawrence以外 其實你很難數到第二個 叫做丹島戴琪 我們今次講這一套丹麥女孩 改編至一個變性人的故事 如果你看回原本的歷史背景 這個變性人就四十多歲才做變性手術 一年後就訂了蓋 但是如果你看回電影裡面 他就找了一個二十多歲 找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來做一對夫婦 變相其實他是把現實的年紀 其實是這麼低了十幾年 正常來說 你看 你要找一個有差不多一年紀的人去 扮一個女裝 要有說服力很難的 之前 Claire Murphy 試過在Brothers of Brutal的時候 都是扮一個叫做 都是跨性別人士的 那他 他 都不是說真的假裝女裝 這個程度 都沒有 Eddie Rennier 他這次的效果這麼好 這次這套丹麥女孩 故事主要是說到 有兩夫妻 老公就是 艾加 叫做Glander 叫做Glander 本身呢 藍的畫畫已經畫得很有名氣 當地有一個很有名氣的風景畫家 那女的那個還在上位 但有些東西他就突破不了 他老婆一直都只是畫這個人像畫 剛好這個人像畫 就不太受到當地的一些畫廊 去垂青 所以他一直以來不斷很努力地去嘗試 但都 所以他沒有 他都沒有 畫煎也開不了 沒有人欣賞他的畫 有一天他就寧接觸 找了他老公 幫他畫畫 他就穿一些絲襪 那些女性的裝束 原本是想著叫他老公蹲腳 因為他試著好朋友 有沒有聽過那個角色 原本就是他要畫的那個模特兒 臨時脫底 叫Eddie Rennier 先頂住 你震一下扁出去 又不是叫你穿 擲住 就是叫他撐著衣服 讓他畫到一些線條 一些輪郭出來 那怎麼知道 扮一下扮一下 就挑起了這個男主角 Ega 的巾 他開始挑起了他對女性的慾望 他就愈來愈喜歡 穿了一些女性的打扮 甚至是另一個人間 是在他腦裏面出現 那個人就叫Lily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說是人格 可能她本身已經是一個Lily 但因為她在保守的社會裏 她就要隱藏她這方面的角色 她不是真的人格分裂那些 我們所知那些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個人格 她的成績性一直很清晰 但是她慢慢越來越沒有辦法 再要自己扮她一個男裝的打扮 男裝的角色男裝的性格出來 她很快要穿著一些女裝 去令她尋求一些位席 雖然如此 但Glander看著她老公 就越來越喜歡扮女人 但是她反而從她老公扮女人 就找到很多畫畫的靈感 她就照著她老公扮女人的畫 反而她這樣畫 就引起很多人的垂青 她的畫就引起很多人的垂青 與此同時 她受到邀請去法國那邊 搞Exhibition 教她老公去吧 但她老公去到法國之後 病情越來越嚴重 所謂的病情 就越來越不能置物 一定要穿著女裝 才能夠過到日常性 甚至是不容許她自己男性那方面的性格 就是繼續在她的肉身上出現 故事再說下去 她都是兩個人久前 要Ager她做一個男人的角色出來 但是很明顯大家都知道 事與願為她還是繼續往著 變回女人的這個過程裡面 去拍下去 去到最後她甚至乎要決心 即是她要去把她身體裡面的男性的性癥 要去除去 即是要變性 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說變性有幾個不限 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回到當時來說 她是第一個人去接受一個手術 去把她的男性的性器官移除之後 她甚至乎接受另一個手術 去令到自己的身體可以 創造一個女性的性器官出來 如果說回一個真真正正的歷史事件 其實這個畫家其實不止做一次手術 還有她裡面有些情緒 其實她也有些差異 首先要說清楚 她這次劇本其實是改編至一本小說 就不是改編至一個真實的歷史 而那個小說就是根據 Ida的歷史人物來寫 即你可以說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 三個演技和三個字 即是現在改編是一本小說 改編至一個真人真事故事改編的小說 所以你看回劇情 其實跟現實有些差異 還有她有些人物其實是虛透出來的 Hans的角色 在真實的歷史上好像是沒有出現過的 始終如果小說 她應該將一些情緒 可能加加減減到 可能會滑倒出來的 都不出奇 說回這部戲 其實焦點當然是落在男主角 女主角身上 女主角在奧斯卡 不幸地是拿了最佳女主角 是的 她拿了女主角 她拿了女主角 Anyway Anyway Mayer 拿不到奧斯卡 但是 這部戲 她某程度上有舒適的地方 是在於 她太過平穩 她是太過 整個故事 其實可能 我交在第二個導演手上 拍戲 可能 沒那麼悶 這部戲可以支持我 吸引我去看的 其實就是看兩個男女主角的表現 如果你看她的戲 她的拍攝手拍 她的說故事 敘事方式 其實全部都 好像搬自過自 沒有什麼著墨的地方 在裡面 因為如果你看回 Tom Hooper 過往的作品 《皇上無話儀》 《皇上無話儀》 或者《孤星女》 其實她都是拍得 相當相當穩陣的 你這一套丹麥女孩 十九世 一九幾幾年 背景的作品 她真的拍得像宮廷片一樣 所以 其實 Dennis Girl在外國 評價都 不是說差的 但是跟其他 之前的《皇上無話儀》 或者 她的評價都 一般般 不是真的那麼好的 我很有理由 相信如果沒有了 這個《男女主角》 其實這部戲 是很難看的 你可以說是 真的很平平無奇這部片 正正是因為 男女主角的表現 其實是令到這部戲 加了很多分 例如說 你以男主角為例 其實 我覺得你看她 在這部戲裡面 其實 你覺得 她不是假裝一個女人 你覺得她真的 好像一個女人一樣 我覺得她不是很用力 我是要她演一個女人出來 就是她已經超越了一件事 但是 我覺得某程度上 她的故事這麼平淡 就是拍得這麼平淡 故事其實不平淡 是很戲劇性的東西 但是她 整件事 真的拍得很平平無奇 會不會是 是令到這方面 可能令到評審 沒有這麼投入那部戲 令到 可能她就輸了 就是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看她 這部戲 真是扮演一個女性的 一個仔細度 我覺得她 其實我看過這麼多男主角的戲 我覺得她是原性 尼安娜道 就是你看她 女性的動作 她真的 看到她 真的覺得她 是一個女人 但是 這次 湯普普 她 我不能說她 不是一個好的導演 因為你看她 可以 街上演員 把她的演繹做得這麼好 都是她的妒忌 一部分 你看回她 令到哥連廢夫 拿影帝那一套 真是和尚無懷疑 和尚無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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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哥連廢夫 要扮一個有口吃的人 即是你怎樣 即是她扮口吃 其實她的移生程度 是相當之高的 那 這一套丹麥女孩 都是一樣 即是男主角 要扮一個 要有一些女性的 一種肢體動作的演技 其實她 真的是 導演得非常好 你可以說是導演的強項 你講回《孤星淚》 Hugh Jackman Ann Heffrey 表演都很好 但每一部電影 這幾部電影的問題 就是 我撇除了演員的演出以外 有什麼好看呢 黃帥無懷疑 也比較好 因為故事也挺有趣 但去到《孤星淚》 她已經令到整件事 真是很悶 很睏 我看到 如果不是 偶爾的Hugh Jackman 出來 整理幾場戲 整理一整理 我真的會睡得著 因為她不想得罪 《孤星淚》的劇迷 所以我用最穩妥的方法 來拍 今次《Danish Girl》 也是一樣 平鋪秩序 完全沒有高低起伏 是很穩妥 你說我越挑剔你難看的地方 其實沒有 不難看的 她那些美術 其實她都做得好 美術 美術 服裝 都很漂亮 但好像是欠缺了一些 你可以說是一些突破 欠缺了一些自己的風格 不是 沒有什麼神髓 坦白說 可能隔多兩三年後 已經沒有人記得《Danish Girl》這部戲 甚至現在都沒有人再提王帥無懷疑 可能還會有人繼續提《Social Network》 這些《David Fincher》那部 拿不到獎的戲 會多過《講他》那部王帥無懷疑 甚至《孤星淚》 其實隔了那麼久 都已經不會有人想起這部戲的存在 因為看完之後 你沒有什麼可以令觀眾 這麼投入去記得你這部戲 演員好 我就記得一個演員 但是這部戲本身已經開始沒有人記得了 那你這部戲 你可以說導演 如果你往後還要拍戲 其實她真的要想一下 如何突破自己 導演員那時候 她真的有一手 你不能否認 但去到講故事啊 控制一些節奏啊 即是她不敢去冒險 來拍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我覺得很醜 因為去到這部戲 有幕調很大膽 就有Eddie Vermeer去到一個試身室 去到自己 盡量令自己 看起來像一個女人 甚至乎 要把一些東西收起來 你會覺得那段很變態啊 有些觀眾看完之後 很變態啊 可以這麼衝的東西 我覺得她去得不夠震 你覺得不夠震 要不你直接暗場交代 整幾下 已經展示了出來 那就可以了 暗場 要不你 忍悔她又不忍悔 放她又不夠放 含蓄又不含蓄 有支筆 支筆是怎樣的 藍色原子筆 她已經不會再給到 多些資訊給你 不會再給到多些東西去看 如果我看這部戲 好彩的是 我有演員可以看 但如果可能 失手 可能她Cast了一些不好的演員 或者Cast不到一些好演員 去做她的戲的時候 那些戲就完全不好看了 講完導演 講完女演員 那個女演員表現怎樣呢 這個瑞典女演員 這個瑞典女演員 其實她做得很好 一個女人 她又沒有了自己的老公 去到支持她這個丈夫去尋找 真我的過程 其實這個過程 高得起乎你感受到 她那個掙扎 我們是完全感受到的 這個是她好的地方 男人都感受到她老公 要做女演員 她有多掙扎 最後她支持她那一刻 不是劇情需要 你是覺得她是 基於她真的愛這個人 所以她去承傳她 要做這個決定 這些是她演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她取得女配角 我覺得不是爆懶的 不是爆的 反而奇溫斯 你在Steve Jobs 其實她那個 她那個角色的發揮 其實是沒有 沒有一套那麼出色的 我覺得是 還有我覺得 好像奧斯卡 她很少會頒獎 是被拿女主角的人 去拿女配角的 哈哈哈哈 可能拿完女配角 再拿女主角 都會有些機會 CAN BATCHER 試過 但是可能 反過來 就未必會有 我就這樣想 我都不太想太 有誰是拿完主角 再拿配角 這個我覺得她不會有 其實它等同今年 男配角的情況 我覺得 屎太龍為何不給呢 因為他們一向都不鼓勵 一些行張就木的老爺 憑著一套夫子自讀的戲 去頒獎給她 可能之前 Micky Wrong那套 拼命戰藥沒有給 去年 飛鳥核沒有給 那今年的屎太龍 你想拿獎 不用想 CAN BATCHER 也算得很好 為何又不給她呢 要留一個quota 讓她以後 可以再拿男主角 哈哈 那就是 說這個瑞典女淵 其實她之前有一個作品 叫智能伴侶 Ex Machina 這套我在咖啡機上看 我覺得絕對值得看 這套其實也有今年拿 奧斯卡劇本有提名 還有她拿了最佳視覺效果 這件事是比 你在奧斯卡劇本其實好看 因為其實她是一套低成本製作 低成本的科幻電影 但是她是可以拿到最佳視覺效果 即是說回來說 口碑 坊間 口碑 她一定比Danish Girl 即是她那套戲 主要就是 只有兩個男人 一個女人 一個女機械人 就在一個荒島裏 男主角 就被一個有錢人 就叫了去一個荒島裏 然後就跟那個 即是跟那個 即是隨典女議員 飾演那個機械人 就要做一些Casting 測試一下 發覺原來 背後其實是有很多的陰謀 還有即是 對於這個人工智能這件事 其實是有很多的 即是有很多的傳疑 有很多的疑問 去到最後甚至乎是出現一些 很令人震驚的情節 即是 這套戲 這套戲我覺得是絕對 值得 花點時間去看的 即是雖然她裡面 講一些人工智能的概念 其實是比較 是會比較抽象 是會比較深的 但是她裡面 那個信息 其實是 那個深度 其實是 我覺得是幾意想不到的 其實 智能伴侶 就是由這個 《二八學校》的編劇 第一次操刀做導演 那 香港就直接出了一段 比較遺憾 沒有上到戲院 但是如果 大家想看 都可以說 從不同圖片 都可以找到來看 而且你看那個 瑞典女議員 其實她都有最毫力的 其實她 她 荷莉威都是一個 想的 心聲 她想的 方式 當然不像 《二八學校》 一紅 就 套套都要捧她 這樣做出來 她就拍下 低成本製作 拿下口碑 拿下 經驗 再慢慢慢慢拍上去 現在就拿了 雷佩閣 其實她之後的發展 她是 都會有 讓她繼續上位的地方 還有 這些 你可以說 歐洲演員 其實上位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樣子 第二就是 要語言好 因為她 她本身說英文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沒有那些歐洲口音 所以 令到她上位 其實更加之容易 還有其實 另一方面 都要看回 其實 要看回 荷里胡 即是美國本部的女演員 其實都沒有什麼新星 今年就出了 《比拉臣》 可能叫做 《Jerford Lawrence》 No.2 的 沙莉莫里 你看她的發展走勢 都是越來越 暗淡的 如果你要她 她要接班到 Jerford Lawrence 要去到有她 高度 她已經基本上 可以不用想 如果你說美國的演員 其實還有一個演員 就是在 《Broken》裡面的女主角 就是 《Shawn Rowan》 就是 《Shawn Rowan》 她就在 這個 不是布達佩斯 這個 《布蘭克林之院》裡面 就適應一個 愛爾蘭的向下妹 其實她已經不是第一次 奧斯卡有提名 是的 她已經提名第二次了 因為第一次 就是當年 當年的相貌比較吸引 憑著愛有罪 愛有罪 又獲得女配角的提名 她那時候已經很年輕 是一個小女兒 那時候真的是一個小女兒 但現在就長大了 有少少酒樣 我覺得是有少少酒樣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看 那套戲裡面 她那個樣子 我覺得她應該沒有22歲那麼年輕 可能一來她 一她 保持著有摺氣 可能令到她的樣子 就看上去 再老一些 還有她們 我發覺近這幾代 女 叫做同性出身的女演員 她臉 是不知為何特別長肉 因為長肉 而且她用一些化妝品 不知為何 她永遠都是塗一些很厚的 白底的粉 每個臉都很白的 那她本身是白人呢 我不太明白 真是說 你一個年輕女兒 Emma Robson 她化妝 我覺得我不明白 為何經常都化得那麼白的 這個不得而知 但是 說來又說 那些同性出身 包括 Degoda Funning El Funning Selza Roland 甚至Friga Corey Morsup 都是 臉是長肉一點 還有樣子 又有少少 多了一點肉 就沒有細小 那麼標誌 這件事是真的 那就是講一下 這套布蘭克林之縣 那現在一個故事 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講 就是 主要就是講一個 愛爾蘭的鄉下妹 就隻身去到紐約 那就去闖天下的故事 有什麼好看 值得她提名奧斯加這麼多獎項 那我覺得她好看的地方 就是在於 其實她這套戲呢 她都花了一些篇幅來去寫 就是那個角色呢 一些私鄉的情懷 就是她最初一個人 去到 去到美國 什麼都不懂 又不懂打扮 又不懂化妝 一球魂那樣 那她媽媽 和她最親的姐姐 就雙隔二地 那就招書信來往 那當中 又私鄉 私鄉病很嚴重 又行 那去到 跟著之後 她慢慢開始去 適應那裡的生活 開始去獨立 開始去 就是 開始在那裡 能夠站穩 我覺得 這方面的描繩 我覺得其實是 我覺得都幾吸人的 這套戲 雖然這套戲 你可以說是一套 很浪漫 很傳統的一個 愛爾蘭鄉下妹 會愛上一個 意大利青少年的 一個浪漫愛情故事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 說一些很突破的地方 但是 這套戲 我覺得她勝在的地方 就是她的角色 寫一些 情感 其實是寫得很厲害的 還有一些 宣揚的 美國夢的電影 對 美國夢的電影 就是 去到美國 就會有 一個美好的前途的電影 就是 這套戲都是講這些 愛情故事 都是一些 就是 蟹喉一個 就是一個貌美的 青少年 然後大家就 愛上了 然後就 結了婚 但是因為她姐 就在愛爾蘭過身 然後她就 回到愛爾蘭 但是 接著就有個問題 究竟主角回到愛爾蘭之後 還會不會回到紐約呢 這個就是這套戲 裡面所說的 這套戲 就是所編排的 一些很傳統的 就是 我覺得 你可以看的地方 就是看 每個角色寫的 情感 感情 我覺得是 寫得 相對來說 都很厲害的 還有 這個女主角 其實她都 就是 她裡面 講的思鄉 那種情味 其實她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就因為這樣 其實 她就可以拿到 一個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好像最佳電影 也有 也有的 而且她拿到最佳 改編劇本 她拿了 最佳改編劇本 好像是這個 我不記得是 Big Shot 還是 Spotlight 劇本是沒有份 劇本沒有份 劇本沒有份 如果你說這套劇本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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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未必 有資格 提名 奧斯卡 每年 都提名 或者頒獎準則 都 其實都不一定 你可說 如果你說提名 我覺得 Steve Jobs 更加值得提名 我覺得 因為 改編難度大很多 這套 一套 愛情小說 然後改編做一個 電影 我覺得 又 我覺得 又不是說 有些很突出的地方 我覺得 奧斯卡 已經證實了 她不是表揚一個 最 最出色 或者最 好的電影 的一個頒獎 例 她有很多提名 甚至 頒獎 某程度上 都出於一些 某些 考量 我又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 即是 我要新演員 那我就給獎 一些本土的女演員 即是 桂利弗帕德路 阿 阿 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都可能因為 這樣的情況 而頒獎 所以當時 Agent Brody 也是最年輕的 奧斯卡影帝 所以 其實有時候 拿了或沒有 其實也不代表 什麼 今集時間 差不多 下節回來 講講其他戲